中国BS美国,能源储备谁更厉害? 美国和中国在能源费用上面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最近大家都在说全球这个能源危机的问题, 所有的原材料,所有的能源都非常稀缺,都在涨价。 今天咱们一起来对比一下美国那边和中国这边, 这个比较基本的能源的价格和费用。 开始之前,我想知道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你们感觉中国这边能源的费用还可以接受吗? 不算非常高吗?还是说太贵了? 评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想如果你们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这个分享。 今天当然又来了,欢迎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视频。 现在是撑住时间,下午4点半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事情必须做。 那当然是喝下午咖啡。 你们是不是都好久没有看到Maki喝下午咖啡呢? 终于有了。 那么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消息,让我非常的不高兴。 他们说因为这些能源、原材料等等, 价格的原因现在开始,可能咖啡豆,就是咖啡要涨价了。 如果说真的喝咖啡都要涨价了, 那么对我一个那么爱喝下午咖啡的人来说, 这个印象还有点大。 那么当然,喝咖啡是一个可以做的,可以不做的事情。 但是能源价格,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决定你冬天的时候会不会冷死。 接下来我准备了三个能源上面的价格。 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那边的情况。 第一个,那就是石油的价格。 美国那边这算称人民币,9块1人民币以上。 中国这边平均9块4以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石油在美国那边要稍微便宜一些。 那就是因为美国自己本身有生产石油, 然后要进口很多很多的石油。 所以他们石油上面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石油这一块也是唯一一个中国在这一次的能源危机能感受到涨价的一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两个差距就大了。 自来税的价格,美国那边这算称人民币2块7一千剩。 在中国这边同样的量只有一块R。 中国这边自来税的价格真的是算全世界上面最便宜的之一。 而且中国这边也是全世界上人口最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质量还不错的赶紧的自来税, 而且还能保持一个很便宜的很划算的价格。 这个才是最厉害的一个点。 那么美国的自来税要贵差不多一倍多一点。 美国的电费也差不多要贵一倍。 在美国那边,亿度居民用的电要0.94人民币。 在中国这边,亿度电只要花0.54人民币。 这个也差不多便宜一半了。 中国这边的点,我自己也发现了,真的是非常划算。 哪怕你非常浪费,一直都开着空窍, 夏天的时候开空窍,冬天的时候开暖气, 还开什么电视、电脑,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子用品。 哪怕你这么浪费,你还是可以接受。 但是在德国那边,包括说美国也是, 现在电费已经变得那么贵, 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去浪费。 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必须要把灯关掉。 他们不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必须要把它们关掉, 不然这个就负担不起了。 那么这个电费的话, 虽然说美国比中国这边差不多要贵一倍, 但是最可怕的是美国那边还不算很贵的了。 因为美国那边的电比我们欧洲那边很多的地方还要便宜差不多一倍, 而且因为这些经济和能源危机导致的原因, 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电费一直在涨价, 一直在变得越来越贵。 谁知道明年是个啥子情况。 那么最后我还了解了一个事情, 虽然说不是一个能源方面的问题, 但是也是生活成本的一部分。 那这个事情上面的差距就更大了。 在美国那边不仅是买房或者住房很贵, 在美国的平均的物业管理费要13块9一个平方。 要对比的话, 在中国这边你们猜一下是多少? 平均的物业费2块3。 这个差距也太可怕了吧? 如果算一下就可以算出来, 美国那边的物业费差不多是中国这边的6倍。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 通过今天的这个小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部分的生活费用和成本上面, 中国这边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划算。 不管是在能源上面或者物价上面, 租房或者物业费上面都比美国那边或者比欧洲那边要便宜不少。 那么当然每次做这样的对比的话, 肯定也得考虑到平均工资的一个问题。 但是最主要的一个点, 那就是中国这边的能源物价一直都很平衡。 虽然说肯定是往上涨, 但是慢慢涨, 很健康。 欧洲和美国那边现在所有的东西, 包括说咖啡, 都在疯狂地涨。 那么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也会让很多家庭很多人过得很困难。 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快点控制下来, 恢复正常吧。 今天马克的一个对比就到这了, 今天我想问一下你们, 今天对比的这几个店, 哪一个是让你们最紧讶呢? 哪一个你们觉得差距最大呢? 评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 朋友们, 现在我就要说拜拜了。 如果今天的分享你觉得非常有意思, 视频也还可以的话, 那就点个赞杯, 关注一下马克的账号。 如果你比较喜欢看马克的视频的话, 那我们就在下一期见。